比斯坦大学毕业生联谊会所举办的名人讲座 此次邀请到前总统马英九 讲述被讨厌的勇气 一出场就受到全体失声的热情欢呼 马英九也透过演讲 勉励今年将毕业的毕业生 是所谓的三有三不 第一呢 有原则不乱 第二呢 有计划不忙 第三呢 有预算不求 这基本上呢 是一个做事的方法 一个小时半的演讲内容 马英九将大部分时间 拿来回答学生问题 现场学生踊跃发问 马英九更是走下台 与学生近距离互动 展现亲和力 你现在是学位医生 我是学位医生 学位医生 原来我上任前一共823位 而且都是交换阵 那到去年为止呢 是4万2000位 差不多增加了50倍 这个呢 我觉得是将来 两岸和平 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演讲当天 恰巧遇到下雨 但不减学生的热情 此次讲座 新领了将近1000多名学生参与 并联会更是利用 现场转播的方式 让无法进场的学生 也能感受到 马英九的现场魅力 校园记者高帆春 谢安然采访报导